我想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每一次在大的場合 或者是最感動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這一首歌 感恩的心 感謝命運 花開花落 我依然會珍惜 對了 感恩的心 你知道嗎 其實這一首歌 真正第一位唱的是誰呢 就是我今天的特別來賓 歐陽菲菲 你看 因為你來 你看我今天穿得都不一樣了 我覺得你今天很不同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就是因為你 很不一樣 你也很不一樣 因為每一次 其實平常我們跟歐陽菲菲 常常會吃飯 先生來 市場先生來 我們都會幾個朋友 去找一個好吃的地方 我剛剛為他介紹好吃的菜 他先生吃到好吃的東西就會 好吃 就說是好棒 但是菲菲每一次跟我們吃飯 他都穿得最流行 最便的衣服 你看 沒有了 你今天這一套 他身上一定有最流行的元素 你看 豹紋鞋 豹紋的這個 我 褲子呢 看起來是硬的 好像有點皺 但是其實是最貴的 有伸展 有那個鬆緊的 有鬆緊的 其實有一點鬆緊的 對 而且我跟妳講 她的腿喔 就是再鬆緊的 她都會變很小 妳要拿這細細的腿 而且身上呢 永遠有屁屁掛掛 就好 屁屁掛掛好 剛剛我們的小朋友就問 菲姐怎麼還是那麼漂亮 誰啊 對啊 每一個小朋友都這樣說 我就跟她說 我們都一樣啊 當然 當然 真的不好意思說 謝謝妳 好美 真的好美 而且剛剛我唱趕快 心真把人家嚇壞 不會 我去妳媽媽唱得很好 那因為有他們的 謝謝啦 來 坐… 好 好 其實這個 今天應該 應該講著又要謝謝歐陽飛飛 這次特別為了所有的僑胞回來 對 10月9號那天 對 四海同心 因為所有的僑胞 他們講說 希望看到誰 希望看到誰 大家都希望能看到歐陽飛 謝謝… 這是我 你自己也是僑胞嗎 自己也是 對… 自己是僑胞了 對 旅居 旅居海外 旅居海外 但是常常回來 她真的是常常回來 她跟我們這個臨時差 台北發生什麼事情 她都會說 聽說誰…怎麼樣 我安全 沒錯 我安全不能脫鞋 我安全不能脫 每天要跟著你們走 跟著我們走 對… 發生什麼事情她都知道 我每天要看新聞 對 誰搬了誰她都知道 誰… 誰跟誰分手了 她有問問 哪裡 怎麼會嗆職 教職什麼 高教人 那真的開車滿危險的 對 那個有點離譜就是 有點離譜… 有點離譜… 我覺得菲菲最棒的一點 其實我覺得人生 這個除了自己要有天分之外 這個還要有一個就是 你能夠聰明智慧嫁到一個好先生 是嗎 這個我從來沒想 你這一段能不能 我們播出的時候翻譯給市場先生 對 我從來沒想過耶 道次生 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 你… 嗨 你知道嗎 在我們的印象當中 日本先生都是很大男人的 她不是… 她真的不是 是 如果你想像當中 鄧麗君 不是鄧麗君 歐陽菲菲 嫁到日本去 她可能要每天跟老公說 歡迎你回來 歡迎你回來 沒了事 沒有… 我是跟她說 我回來了 是你回來了 對… 對… 早上什麼 把早餐弄好是什麼 沒有… 剛開始的時候我其實有 學習做一個怎麼講 早上 可是後來她覺得我太勉強了 而且太可憐了 所以她說一游 這一游就三十年都不做了 從來不及 一游是什麼意思 就說OK… 不要了對不對 不用… 那現在她是摸黑的穿襪子 要出去的 她不能給我有聲音 因為她要打高球 對… 那我們飛黑那個時候才睡 妳別破壞我 不要破壞我 我是說 妳睡得比較晚 對… 因為妳跟我們要臨時差 對 太陽出來了要睡覺 開玩笑 開玩笑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個 說起時間過得很快 對 這個妳嫁到日本多久了 嫁到日本 對 做僑胞多久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三十年 三十一年了 我跟她結婚 可是不覺得耶 真的不覺得對不對 一轉眼三十二年 一轉眼 三十二年了 七八年結婚了 真的 妳知道她先生是 她先生是一個非常賽車手 對不對 壽男 家裡是有醫院的 但是她是個賽車手 然後她有很多很多 非常厲害的車子 就是一個人有十幾部車子 她的車子我都不知道的 妳都不知道 對…因為我不會開車 我只會坐車 這也對是不是 對… 所以她就是每天開不同的車 她不同的車 她到現在她最新的車 她通通有的 最新的車她通通有的 她是她羨慕的車 她已經… 就是我回來前兩天 那個會有翅膀的那個Bench 剛剛到對不對 就剛剛到 對… 所以她這次不跟你回來 因為她是要看她的新車 對… 妳知道嗎 她是… 就是所有最新的車 她說 所以她一定有一個地方 是專門放她的車 有…她有幾個地方放她的車 可是我… 我都不是很清楚有事 對 所以 菲菲是跟她講 妳要藏車子是OK的 妳要藏小老婆的搭妹喔 那是想的不用想的 想的不用想對不對 可不可能的數字 不可能的 是 不可能的 真的很有意思 然後呢 市場先生呢 很喜歡開著她的車 比如說敞篷的這樣子 菲菲姐呢 就很害怕她那 砰砰砰的砰 對不對 一吹就… 一吹這樣子啦 對 是不是 所以兩個人 沒有 所以我的玻璃窗 我開敞篷 但是我的玻璃窗起來的 我是敞篷玻璃的 然後我是像猴子一樣的 人家坐草膜車是這樣 我坐車草膜車這樣 因為那個前面有草膜玻璃 對… 其實…很有意思 但她們兩個人 我覺得夫妻是兩個人 真的要配好 她們兩個你知道 這個歐陽菲菲是 永遠走在時尚的一間端 穿得最新最好 她先生是買最新的車子 我們每次吃飯 我一定要演一下 是喔 市場先生呢 就全副武裝都穿好了 對 穿好 預備 給我們吃飯 然後就打開一瓶紅酒 倒一點點 然後就 FIFI SONG 還要哭 然後她就喝一點 FIFI SONG 還要哭 那我就說 妳不要叫 不要叫